近年来,由于经济进入新常态,我国出现了返乡下乡潮,在这些人中,返乡农民工比例最高,与传统农民相比较,这些返乡农民工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,市场意识和较丰富的见识,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强烈的创业意愿,而且不少人瞄准的是养殖业。 然而牧人均基于三大原因不支持返乡农民工在养殖业领域独自创业。 一、养殖业其实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,如果你是新手,也没有很多的钱,建议不要选择养殖业这个圈创业。 因为养殖业发展到今天,面对产业供应过剩的现状,只有你的养殖水平超过多数老司机,你才会赚钱。 同时,只有具备一定的资金储备,在行情低迷的时候,你才能扛得住,不到在黎明前。 比如2013年底到2015年5月,一头猪亏损200元,然后2015年猪价快速反转,2016年一头猪赚1000元,反差之大,让很多养猪人哭到心碎。 二,养殖业已经进入高投入低产出的时代,期待高回报者请另寻他路。 不少人只看到去年养一头猪赚1000元,前两年养一只蛋鸡赚50元,却没有看到在环保、食品安全、人工成本大幅上涨的背景下,产业环境已经变了。 一方面,搞养殖要先高投入另一方面,只有养殖水平很高才能有很小的回报。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,返乡农民工在养殖领域独自创业不是一个好选择。 三,如果返乡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学习力强,能吃苦,有一定的资本,同时对赚钱的预期值不高, 如果选对了方法,是可以在养殖领域创业的。 方法是选择靠谱的龙头企业,成为他们的加盟农户。 这种模式叫做公司加农户,农户除了投资建筑舍、机舍和出利器干活外, 其他的都由公司包办,不管行情好坏,一头猪至少会有150元的回报。 牧人均最后强调的是,养殖业看似简单,其实不然,水很深。 不但技术含量,资金要求高,还要有坚强的心脏,因为行情的波幅太大。 今年二季度,鸡蛋价格创下十年新低,资本在兴风作浪, 一毁火箭弹,一毁钻的弹,让养鸡人很受伤,不少人表示,养完这衣茶再不养鸡。 总之,对于一般的返乡农民工,不宜在养殖领域创业。 有点,我们知道,在养殓的心脏。 在养殓的心脏 扑派与,在养殖领域创下到养残三年纪。 再加上一次云环在寻殖领域创下的养殖领域创下的匿。 在养殖领域创下的匿esta上寻殖领域创下降下的变顿。